ZOOTOM 早安 诶这个是为什么前面有镜头 GoPro9好不好 第一次看到耶 今天又是一个平日 我们又要出去玩咯 ZOOTOM你有在上班吗 有 我今天特别请家 我今天第一站我就说我一定要去买那个 诶叫什么 我怎么会拿名字 日新糖的状元饼 这是我们第一站是不是 没错 我私 hm 的第一站 而且最后来说那个不是在嘉义 看Di Furan 这就原来跟云林嘉义的交界 云林在过去就到嘉义 順路沒問題 現在我們先去接兩個豬隊友 恭賀我們的遲到大王 我們玩囉 欸新的GoPro欸 我們這一趟要去找小車的妹妹 而且這一次小星星不在喔 我們直接去找他弟跟弟媳 莫名其妙 大家懂那個關係嗎 就是我們要去找大學朋友的弟弟 然後學妹不在 我們當時答應他一歲前 那個小胖妹 超可愛的 欸你知道他出生有多肥嗎 好了我不想在這一段撿那麼久 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話 記得一定要帶Nino出的妮美麥 而且如果你的車是比較偏舊款 是有因緣線孔的 你就拿一條兩邊都是因緣線孔的線 插到你車子的因緣孔 跟妮美麥的因緣孔 直接讓你的車變成KTV包廂 各位準備好讓車上變乾貴了嗎 Ladies and Gentlemen Little Peelie 好醜喔 How you like that 肚子超人興奮 很開心我一直叫他一定要帶 好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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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那個收音的效果 配上整個車上的環繞 真的是行動乾貴欸 我們在我們家裡的路上 零食下了新竹 沒有零食本來就打蒜頭 這位小姐一直吵著要吃新竹鴨香飯 他臭的臉說的 而且重點是根本就沒有人吃得下 然後他在那邊說 就買啊 你們沒吃過 你們是知道多好吃 等一下 你怎麼突然化好醜 我又婉妝了 但是沒有不了 你剛剛不是這樣子欸 新竹鴨香飯 大家應該都有耳聞過吧 他是真的很好吃沒錯啦 我沒吃過你去買 Oh my god Shemmongyu 還可以說自己是旅遊達人 好不然我關閉頻道好不好 吉留永退 頻道帳密給我們就好了 不用乖 我剛剛在教他們彈舌 就是舌頭會變成一個碗狀 旁邊貼住三額 然後前面的舌尖就是 我覺得 你舌頭不能吐出來 噢 不行 然後彈舌會飛出來 買到廟口鴨香飯了 看起來蠻強的 一碗70塊 這個肉很嫩 然後他上面還會再淋那個鴨油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員工休息室 然後有人一微波大家說 這鴨香飯 大家瘋掉欸 他鴨肉真的很嫩 很嫩 就很綿 很綿 是不是飯嗎 我覺得都可以欸 都很 因為肉那個飯也變成都是那個香味 好碎好碎 你這樣講他要怎麼剪 我覺得他油已經就是剛好 加到他飯都不會完全不會覺得很刺很乾 就是跟飯跟肉而已 謝謝 不好意思他在講什麼 你知道嗎就是我認識他這麼久 我發現他是他的腦子跟不上他的嘴 就是他腦子其實有在動 但是他的嘴沒有辦法跟上他的速度 我表達能力差 我剛剛已經可以想像到就是這個畫面 然後下面那個字幕會點點點點點點 而且我覺得他的胡椒襯托得剛剛好 他胡椒也很香欸 我剛剛看他的胡椒啊 他真的是加得剛剛好 不像我們上次去小行星整罐到他去的 欸嚇一人都這樣吃喔你這樣講話 不愧是大家來新竹都要吃的東西欸 咻的一生我們抵達了雲林北港的朝天宮 沒有你的衣服他開了兩個小時 對我屁股好痠喔我都動不了 為什麼我會突然在雲林下跑到朝天宮呢 我要去新唐還有鴨肉飯大比拼 幫我下好抬頭 我們剛剛先吃了新竹的嘛 現在來吃雲林的嘛 都是廟口的喔 為什麼要吃老壽鴨肉飯 就是Google看到的 我也不知道在地人是不是吃這間 我們就亂吃 他隨便找一些 就想說來個南北大比拼 價錢差很多喔 這邊價錢鴨肉飯小的25 大的35 先來一碗冬粉湯 清淡然後但是蠻清甜的湯 我覺得有點像四神湯的味道欸 不知道為什麼 很普通啊 感覺有藝人在裡面 很明顯的比新竹的小王很多 但是他也便宜很多 是不一樣的味道喔 分不出高下欸 這個的醬油味比較重 不太一樣 真的不一樣 鴨油拌飯 就像以前的豬油跟醬油的拌飯 是鴨油醬油拌飯 所以是不一樣的東西沒得變 我比較喜歡 他們兩間的鴨肉都處理得很好 以不一樣的東西來講的話 都在他們的水準 新竹的比較香 比較吃得出那個鴨的香味 你要加油喔 因為這三天 我們以後會再加一吃爆 所以現在算是一個前哨戰 我們晚上還有很多東西要吃 對 欸欸你要吃這麼多 太多了 我完全投給新竹欸 因為我可能不小心吃到鴨皮很厚 它香味差新竹的很多啊 我剛剛先去逛街 然後你們又停在這邊是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走過來的時候 然後看到這裡有一間叫做福安的鴨肉飯 Google評價發現它4.1然後剛剛那間3.6 哈哈哈哈 因為肚子痛覺得說 它會不會找錯間呢 我們沒有做什麼功課 它這邊的鴨肉飯居然是用塑膠袋這樣包欸 真的有比較好的 哈哈哈哈 醬油味道比較香 不會完全蓋掉那個鴨肉的味道 我真的也是醬油味 但是這一家比較香 他們差不多啊我分不出來欸 這樣那一家到底要不要撿啊 我們就誠實以待啊 但是跟新竹的比 還是新竹欸 欸會不會是因為我剛剛被你們餓壞了 所以我吃那一家才覺得好吃 我就是說我最終就是覺得新竹是一名 他剛才他見風轉多 新竹獲勝 我們一定要沿著發表聲明說 這是個人口味的問題 太驚人了 欸我被證實我沒有亂找 我們剛剛去是新唐買餅 然後我們就問了大姐說 這邊的鴨肉飯到底要吃哪一家 結果他就說如果你是口味比較重一點的話 你就吃福安 如果是口味比較淡一點的話就吃老壽 所以我們兩家都吃對了 只能證實我們是重口味的人 無關乎好不好吃 有人在家嗎 妹妹 嗨我來看你了 這是我們的獨生女 不是你兒子呢 沒有沒有這種東西 他眼睛超爆大 為大家介紹一下 他是小廁的妹妹 然後這位是小廁的 這位是小廁的不好老杯 我們答應你 在你睡前來看你 我們就來了 耶 耶 你要跟大家問候一下嗎 我們現在在你家 我要跟大家說你們真的很過分 你們不能跟我回台灣嗎 我們來嘉義根本不需要你 你看你看你的子女好可愛喔 我只是打來跟你抱個平安 跟你說我們到你家了 炫耀我們抱得到你子女 我們這兩天的行程準備好了嗎 很緊張 我胃超痛 我一直在想行程 我姐不在我們超緊張的 因為我姐也就說 你死定了你們要落賽了 我們壓力超大 這一集會是嘉義2.0喔 好緊張喔 哥哥 小廁哥哥會想你耶 上次我來這邊的時候 原廁他爸說 這個兒子你過戶回去沒關係 然後這個女兒說還我喔 怎麼會生這麼可愛的啦 到底是像誰 我看不懂耶 現在拿出小廁他媽以前的照片來比對一下 其實有啦還是有像啦 我就說整個輪廓 你先跟大家說嗨 嗨 我去小客 今天晚上我們來到嘉義的彌陀夜市 是每週三跟五有開 今天剛好是禮拜五 你什麼時候做功課的啊 沒有就上面寫的 康棒上面寫的 我真的沒有做功課 來嘉義不需要做功課 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導遊 第一家賴賞臭豆腐 我們剛剛已經吃了蚵仔米爪 我跟你說蚵仔米爪只有分好吃和難吃 難吃的就是真的很噁 啊這個是好吃的 不只外面脆 裡面還有軟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好吃的 好吃耶 很好吃耶 而且它的辣好辣 啊你的豬可以安靜一點嗎 這家賴賞臭豆腐可以耶 它外面炸的超級酥 然後裡面又嫩嫩的 小生媽剛剛居然給出了 它第一名臭豆腐的評價 賴賞臭豆腐 隨便亂找的 出乎預料的好評 南部的夜市 都會有這一種 十塊錢的店 你是不是還沒買交換禮物 你敢在這邊買你就死定了 你看 珍珠一定很喜歡這一種 小時候都會買這個 而且還在耳環 珍珠一定很想要 我要買給他 他剛剛有沙畫 然後等一下撕掉那一條 然後他就有沙里就倒上去 現在的小孩會玩嗎 我不知道這什麼啊 我不知道 小時候在公園裡面 然後會有一盆一盆鐵盆 對 然後大家會圍在那裡 我們又隨便排了一家肉丸 可是人家很有名的 啊我就不知道啊 你現在隨便 你現在隨便 你看看人很多 現在人比較少嘛趕快過來 你知道他剛剛是阿桑喔 說人變好少 快點快點 每份六十一份有兩顆 它是炸的肉丸 然後加很多的醬 在台北吃得到的肉丸 上次那個北門口 我就很喜歡那種高溫油炸台北 真的找不到 所以這個好吃啦 但是就很常見喔 它肉很好吃啊 它的醬很甜 偏甜 嘉義是不是很喜歡在任何食物裡加醬油膏啊 對 還有什麼 美乃滋 胡椒粉一定要加爆 對 醬油膏、美乃滋、胡椒粉 嘉義三包 我覺得蠻值得一次的這一家 可以給你兒子吃一點肉丸嗎 我又忘記了 這兩個金氏夫妻一直忘記他兒子要吃東西 像是他們回家然後發現小車為什麼是在吃麵包 他說喔 他整路都沒有吃 因為他們兩個會忘記餵小車 他幹嘛這樣倒在你懷裡啊 寶貝啊 你眼光真的不好欸 品味要再加強喔 男生有人願意躺到胸懷要把握 小車這個小孩愛吃的東西超怪的 他很執著要吃喜相逢 你喜歡吃什麼 小車的爸媽我們快要脫水了 他不讓我們買東西喝 因為他一直說有很好喝的紅茶 那就是他們一家人的風格啊 控制到不行 我們所有人已經快脫水了 我們快喝 你試試看吃完臭豆腐還有爸玩之後 一口水都不喝 這一家啦 小車的爸媽逼我們喝的摘辛茶道 我覺得很好喝但他應該不行 因為他現在都喝五號 其實我們家蠻甜的 我覺得很甜 真的是偏甜 但是我覺得味道是復服的 是好的 我超愛的 因為我就是喜歡甜蜜蜜 他幹嘛啊 他真的好噁心喔 你沒講大好不能講這種的 那個陌生人幹嘛爆女兒啊 我們現在在買一家好像很強的炸雞 先不管他炸雞到底好不好吃 一隻雞腿25塊你敢信 我買這一整袋才200塊耶 小車的媽說單單蔥和餅很好吃 他這邊有很多口味可以選 他在家梅子在家海苔椒鹽 還跟胡椒三種混在一起 超大張一張80塊 金氏媳婦推薦的口味 梅子粉加辣加胡椒 我覺得很好吃 你們真的相信我 這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是他的餅皮很好吃 超脆 大羅點單單蔥牛餅 就要用梅子粉加胡椒加辣粉 我們回到家 這小寶貝洗完澡了 超級萌爆 在此我要跟珍珠說 姨變心了 還有奶茶 你抱歉 菲菲過來 姨的財產都給你 OMG 當嬰兒 都有人抱抱 讓我回家當嬰兒 快去睡覺 叫 大家晚安